其实我一直在观察孙文 他是一个就是艺术体特质很强的 不管是他是画画还是音乐 他都表现出他的职业兴趣 是跟艺术创造相关的 包括他的那个主持工作 还是在美业 也是跟美打交道 所以这是他身上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喜欢有创造力的环境 但是第二点呢 我觉得孙文如果做销售 他不属于进攻型的 他属于咨询顾问 在倾听这个视角上 会更有优势的 但是我今天特别不同意 这个雅云的这个看法 为什么 说第一点呢 我觉得你的在舞台上一直在笑 但是这种微笑站在我的角度 不是很舒服 我因为它是一种职业笑 第二种的话 你是做主持人的 但是这个场我们到现在 你不觉得我们的场越来越低吗 作为一个好的主持人 怎么样能够叫我们所有的企业家 对你产生更多的兴趣 那这个场如果现在给你 两分钟的时间 怎么样叫大家精神一点 我给你个提示试 你今天来 就是想把大卫老师换掉的 给你两分钟 你来试一试 怎么能让我们觉得你更好 听我说孙文啊 时间有限 现在我命令你站在舞台的中间 然后 你英语你不好 你不要说实话 我没考过 我没考过 行吧 你就站在舞台中间 我呢 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你面向着十二位企业家 好好地推销一下你自己 我是来自于黑伦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名男生 我是做这个美业主持人 主要是调动这个现场的气氛和氛围 上场的时候需要来一点音乐 然后唱一点歌 然后给大家发发礼物 但如果是有礼物的话 我觉得各位老师一定会为我鼓掌 现在 等等 我这有两袋薯条 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样 把你刚才说的帮我做出来 就是按照你刚才的方式来 现场的各位老师们 你们好吗 谢谢 谢谢 没了 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能力 胜任非你莫属主持人的这个工作 我的风格呢 是比较青春活力的一种风格 我觉得美它是由心而生的 它跟我们的长相没有关系 它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一种向往 那你觉得主持人是美最重要吗 还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你认为什么样的素养最重要 第一点是临场的应变能力 第二点是阅历一定要有 推销字 你总得说一个你擅长的呀 因为你其实真的孩子 你最重要就是你长得好看 我觉得主持人长相最重要 你看我比大卫老师身高又好 发达又多 这是合理的 但是你现在说主持人要有应变 你从头到尾也没有应变呢 小叶 你被录取了 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我觉得前任的主持人大卫 有一个会不好的点 就他老在台上损我 那如果说你当了主持人 你想争得我这一票的话 你以后怎么跟我去沟通 老师我觉得你非常的帅啊 今天的穿搭也非常的多 这明显是说假话呀 这种假话鞋啊 孙文 你为什么不赢得那十一票 非要赢得一票呢 你要变通一下呀 你有十一票支持你就成功了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好了 来 咱们这个让他现场演示的这个部分呢 咱们就暂时告一段落 我听完之后啊 我就记住这么几句话 我呢 个子没他高 发量也没他多 长得也没他帅 这些话好像都是赵小叶说的 还比他老 我不懂销售 但是主持人呢略知一二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一个 就是某种程度上 在这个情境下 你要去带节奏 你要是去影响和感染大家那个人 而不是你像我们的膝盖一样 被每一次的垂击 做出机械性的应激反应 但是很显然在刚才的展示当中 你的每一次回答 你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应激性的 你始终在说你未必相信的话 包括你的笑 我不感觉是发自内心的